欢迎光临夏宇 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 用10分钟的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 美国在8月31日从阿富汗撤军完成 终结了20多年来 许多美国民众对于美军到底在阿富汗干嘛的质疑 只可惜才刚走不久 美军就爆出了误杀平民的事件 在8月29日的时候 美军将10位平民误会成恐怖分子 而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最后导致了一位救难人员和他的9位家庭成员 其中包括了7个儿童 全都不幸罹难了 最小的一个小孩 甚至才2岁 这个无人机袭击 发生在阿富汗首都机场的那次恐怖袭击之后 这场错误的无人机袭击行动是美军在阿富汗倒数的几个行动之一 之所以会发生误杀的惨案是因为美国的情报显示 那位救难人员的车子是跟ISK的激进份子有关 ISK是ISIS在阿富汗的一个分支组织 美军的调查指出 救难人员的这台车 曾经在ISK的组织附近活动 然后ISK似乎跟对机场的恐怖袭击有关 所以美军就怀疑这台车的车主也是恐怖分子 无人机的监视录影器画面看到 这位救难人员也就是车主 在装所谓爆炸性的议题 但结果最后证实根本只是水 无人机袭击的时间点 就在目标车主救难人员先生 把车停在离机场三公里的自家门口的时候 整台车就被美军的无人机爆破了 甚至还发生了二次引爆 事件刚发生的时候 美军说惠二次引爆 证明了那台车子里面真的带有爆炸性物质 结果经过调查后才发现 惠二次引爆是因为附近放了一个装有冰碗的缸子 根本不是车子里面的爆炸性物质导致 这真的是一场颇惨的误杀 因为其中一个被误杀的人 甚至还是美军合作的翻译 而且车上的受害者 都因为曾经为国际组织做事 因此甚至都有能够入境美国的签证 当地的人能够入境美国 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事 也就是说 他们误杀的不只是阿富汗的平民 甚至是美军和国际的伙伴 受害者的亲戚表示 他们如果没有被杀的话 隔天就会搭上事先安排好的飞机 逃离阿富汗了 这次误杀实在是错得离谱 上面还有许多小孩 虽然美国已经正式道歉 但人命已经逝去 许多民众还是无法接受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乘客和货柜以后就能够坐高铁 高速穿越埃及的沙漠了 这是埃及第一个高铁 会从开罗开到埃及新的行政首都 中途经过很多新开发的城市 德国的西门子公司跟埃及在9月初签了合约 要先盖1800公里当中的660公里的铁路 埃及表示这将会是铁路版的苏伊士运河 第一条线会将紧邻红海的爱因苏赫纳周边的港口城市 连接到靠近地中海的亚历山卓那边 根据西门子公司的说法 这一段会在2023年开工 西门子将会跟阿拉伯的工程公司合作 目前预计整个合约价值45亿美金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埃及的人口有一亿人 光是开罗就有2000万的人口 目前正在往附近的沙漠扩张 为了应对埃及从1980年代以来翻倍的人口成长 这个高铁就是为了要让城市的人口能够分散出去 但是如果欠缺交通建设的话 是没有办法带动新的城市发展 人也就不会搬过去 所以就打算用高铁来串联开罗和在东边的新首都 而在高铁通过的中间 也希望能有些卫星城市能够分散人群 如果高铁盖好的话 西门的估算每年会运送超过3000万人 而且跟原本的交通时间比起来可以省下一半 货运的承载量也能够提升15% 交通基础建设不管对于民生或是观光 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埃及除了人口成长考量以外 因为也是很仰赖观光的国家 所以希望在2027年高铁完工以后 会有更好的观光发展 而这个盖高铁大计划 还会提供超过当地15000个工作机会 因为高铁是电力的 所以比起过去也能够减少70%的碳排放 这个第一段的高铁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高铁 加起来会形成的网络 也令大家非常的期待 之前有在我的另外一个节目 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讲过一个主题 叫做社群蜜糖毒药 没想到Facebook内部的研究人员 已经证实了Instagram 对少年少女来说 其实就是毒药 Instagram必须要正视用户过度关注 在外貌啊体态的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指出 Facebook内部的研究人员 针对了过去三年来 Instagram如何影响青少年做了研究 而研究结果显示 Instagram可能严重毁坏心理健康 和对体态的价值观 其中青少女又比青少年还要严重许多 根据统计 每三个青少女当中就有一位青少女 因为Instagram的关系 而对于体态外表的价值观扭曲 在青少年的部分 则是以自杀问题较为显著 有13%的英国少年 和6%的美国少年 想自杀的理由 都确定是来自于Instagram 除此之外 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对Instagram很不利的结论 就是这些少年少女的心理疾病问题 并不是广泛的来自任何的社交软体 而是明确的指向Instagram 尤其是在比较心态引发心理疾病的状况下 青少女的部分 特别是在外貌体态的比较上 产生强烈的比较心理 但其实广泛而言 Instagram上面炫耀成就 炫富的情形也是问题核心之一 除了真的炫耀财富的人以外 也有很多人在假装自己有钱来炫耀 跟修图的情况类似 这种假装造成的假象 让其他观看Instagram的人自卑感更甚 Facebook内部也把报告书 呈给了CEO祖克波 说是将会正视这个问题 并且尽全力去改善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都只是在打假球做给大家看 提升公司形象而已 因为在美国对于Instagram文化的批评 声浪已经快要压不住了 在日本有一家甜点店非常的热门 话题性极高 店里摆满了各式秀色可餐的甜点 杯子蛋糕 马卡龙 一整盒的和果子 应有尽有 看得顾客都口水直流 只可惜 就算你付钱买 还是没有办法吃它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造型手工肥皂 店长大导甄丽蔡小姐 她到韩国学习造型美容造的技术 任何甜点她都做得微妙微笑 其中最出名的是栗子羊羹 连羊羹的质地看起来都跟真的一样 一把羊羹沾水 搓一搓 马上就跑出了很多泡泡 不过每个甜点都精致的让你舍不得拿来洗 像是奇异果的籽 一点一点黑黑的 也都是用竹签沾上竹炭 一个一个的粘上去 和果子的制造本身也是非常的精细 做肥皂的时候 大导小姐也是直接用 和果子原本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的肥皂 虽然我个人本来就对造型香皂完全没有兴趣 因为觉得洗了就没了很没有意义 但是不得不说 大导小姐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只是带回家的话真的要小心 要记得先提醒家人 不然一定会被不小心误食 今天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鲨鱼的朋友 记得帮鲨鱼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在我podcast 留星星写下你的评论 也可以在任何留言区的地方 写下你对鲨鱼新闻内容的想法 我都会再回复哦 那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一个podcast 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 里面有时间更长的内容 可以陪伴大家 那也可以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追踪我的IG 那就希望鲨鱼可以在每周246 顺利与大家相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